记者姚介修桃园机场报道,桃园机场博物馆商店结合科技火力变身,不但创造互动惊喜,也创造传统博物馆着重在于文物的保存与展示,推出台湾文学的内在世界特展。 升恒昌免税商店自今年年终承接机场博物馆商店的经营后,整合并展示文化不认证的台湾文创商品,除多元运用博物馆商店空间并引进新兴技术外,也希望唤起旅客,对在地土地的关怀以及文创议题的关注。 看恒昌免税商店在文化部的促成下与国立台湾文学馆合作,与桃园机场第一、二航夏博物馆商店联合推出台湾文学的内在世界机场特展。 今天举行开幕仪式,希望借由主题式的介绍推广搭配AR或增实镜技术,将台湾特色博物馆之精华与深度更生动地介绍给国内外旅客。 标商店也整合文化部精选商品,支持台湾在地文创,展现台湾文创及本土艺术家在地文化软实力,像是实用又充满文青之性风格的文学背包,发挥硬镜精神口号运动毛巾深受年轻仪被旅客喜爱,而细致典雅,富含东方文化之美的词剧组,如长玉系列词剧商品,李玉珍山川石器餐剧组等,则是吸引过的, 国外旅客选购珍藏的热卖商品之一。 邱恩恒长免税商店总经理江建廷表示,台湾文化远远留长,不论是中华经典或是民俗传统,文物都深刻展现台湾文化的深度, 非常感谢文化部与桃园机场公司的肯定与支持,未来更希望持续结合文化部的审核认证,机场公司的鼎力支持,极深恒昌的创意发想,让商品品项更多元化的同时,更透过新兴技术的引进打造与以往截然不同,更活泼更有活力的机场博物馆商店。 AD次展示古典结合科技,运用AR扩增实境技术,创造旅客互动惊喜,提供旅客后机时更丰富的休闲娱乐及购物选择, 也特别在文化部的引线及促成下,与国立台湾文学馆及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多媒体动画系合作,与桃园机场第一、二行下A、B、C区博物馆商店联合推出台湾文。 雪袋内在世界机场特展 慕仪式邀请台湾知名诗人向阳及书法家张炳黄清零特展开慕仪式, 更特别致赠博物馆商店以台湾文学发展国际为题创作及张炳黄辉豪共同完成的匾额展现台湾文人的文学深度, 而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色汇聚不同时期,先后来到不同语言与生活方式的族群。 盖湾文学的内在世界机场特展 即日起至107年2月28日于机场第一、二行下机场博物馆商店联合展出, 旅客只要下载专属APP并描主视觉,即可欣赏六部关于台湾山海语源出记忆的文学影片, 若与现场特展主视觉合照并上传个人社群网站更可免费或份特展限量明信片一份。 原未来博物馆商店也将持续以机场特展的概念定期介绍文化部官方认可的特色博物馆文物带给旅客在地的多元文化体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